字幕志愿者 杨栋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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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很晚很晚才来到了顿王市的郊区 离市动心有十几公里吧 后面是一个发电寨 然后昨天晚上露营在 协助环渊子的旁边 这边是一个搅拌寨 现在打算前往顿王市去洗个澡 洗个衣服 给自己修整一下子 字行车已经收拾好了 刚刚洗了把脸 刷了个牙 我这个字行车从戈壁梯 无冷区出来全部都是灰整 好脏好脏的 昨晚就露营在这个地方 这边的路况不是太好 周围都是一些搅拌寨 杀石之类的 这边也是 现在去前面那个饭店吃个午饭 然后再前往市中心 中午一份木须肉拌面 哎呀汤汁来一点 然后放点菜 然后拌一下 然后拌一下 没有米败啊 这边 秋天的树叶太漂亮了 金黄了 前往东王市中心的路上 经过农村 看到这金色的超级美的 在我们浙江一般很少能看到这种金黄色的景色 一般都是绿色偏多 感觉这个时候有出特别的美啊 美得不像画了 灾出的 灾出的当地人一般 头顶下肃啊 防晒的吧 水果掉在地上面 没人摘 可惜了 这是什么水果 是里芝吗 哦 不是不是 是苹果 熟透了街 这快到市中心了 这里有一个市场 我打算过去看一下 买点东西 逛一下街 哇 对面就是沙漠了 其实我最喜欢来这种地方逛了 是一个农贸市场 这里 当地比较有烟火气息的地方 百胎的地方 你看当地的梨拿过来卖 我去前面走一走 搅一搅 摄影车放在这外面 来这里挂一下 当地人告诉我的 这里人多一些 都是摆的一些当地种的东西 还有一些零食啊 吃的喝的 买衣服的 美食 啥都有 瞧瞧 这个农贸市场啊 主要的消费品啊 都是比较实惠便宜的 想买那种高品质的 这里几乎没有的 但是这边的水果还是挺不错的 当地农贸自己种的 我去前面挂点买点水果在这 不锈钢盆炒锅 卖一些刀具啊锅外瓢盆 五斤用品 这边当地自己种的西红柿 这个西红柿可以的 萝卜 高一树的萝卜可以 盖树的很贴很贴的 这边卖蔬菜的啊 这个好像是菜籽油 师傅这个是菜籽油啊 芝麻油 芝麻香油 芝麻油 其实我非常喜欢 该树这边摆大胎的 也算是改吉万 新疆那边也有很多 但是在我老家 这种很少很少的 非常有烟火气息的 这个是兔子 这个是家养的 还有土鸡 这个鸡挺不错的 有些池肉都只能飞坏下去 你才喝15块钱钱 走着木头走 本来想用无人机啊 飞一下的 但是它这里啊 属于近飞区啊 所以就没有飞成功 那就逛一下街吧 我买点水果吧 这个地方还是挺大的 这边的物价挺便宜的 该树这边 农茂品水果蔬菜 因为当地盛采这些嘛 这个整大车拉过来卖的 各种的蔬菜 一般来说都是该树这边当地采的 如果外地拉过来肯定很贵啊 相当热闹这个地方 来就拿这本正面 这里吃的东西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不知道吃啥了 哎呀这个小吃麻辣面 该树这边的麻辣面味道还是相当相当不错的 就是这种 来该树了啊 不只是要去景区 也要来这种集市啊 非常能体现当地人是怎么生活的 我个人是非常喜包的 除了在新疆该树有其他地方好像我没有借过 起码在我老家这种地方借不到啊 来吃一份当地美食 麻辣粉这个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个分量有点多啊 这里离市中心将近三公里 是在东房公园附近 这里旁边就是一个二手车 大家来了可以来这里逛一下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天都是这么热闹 我是无打无状 然后问了当地人才知道 嗯 吃了一份麻辣面 嘴巴都麻麻辣辣的 看到这种景象 感觉就像是来到了过年一样的 也没有这种感受啊 再来这里买点水果 就去那个市中心了 再来点这个水果 老板这个怎么卖的 四块一斤 这个 来点这个 这个甜吗 eliminates 我去一瞅 胡束四斤十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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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搭这个是带的 胡束四斤十块 买了点水果 再逛一下 这里有这个梨 看一下 各种梨 这个小梨 卖水果还挺多的 这个红枣梨 核桃 这些卖菜的了开始 有人知道这个叫什么水果的呢 桃子 桃子啊 这个叫那个什么桃 所以普通的桃子不一样 但是感觉味道还挺好的 我在新疆的时候 竟然吃这个 这个两块钱一斤 我买了两斤 这个真便宜啊 哎呀 这逛下 啊 少了 看一下这个当地的苹果 整车整车来卖的 甘肃这边的水果 会便宜到你怀疑人生啊 这个两块钱一斤的桃子 大家可以来这种地方逛一下 还是我是比较喜欢来这种地方 逛了几个小时 逛不动了 我的自行车放在这里 买了点水果啊 现在去市中心 在网上找了一家酒店 这边的酒店稍微便宜一些吧 但是这个游客也挺多的 我小朋友没气了 借我这个打击东打一下 待会就去做旅店吧 去洗个澡 待会出来吃个饭 太阳马上下山了 这条街吃饭的挺多的 哇这个非常好看 所以金黄金黄的 绝美啊 我的旅店还在前面一些 酒店 酒店终于找到了 找到一家可以放自行车的 因为我这个行李嘛 不方便拿下来 直接把自行车推到里面 放着就行了 晚上的快7点钟了 我的房间开好了 这家酒店好像是新开的 装修也是新的 挺不错的 这个环境 好像是110还是120 我觉得该书这边酒店 真的挺滑水 而且市的市中心 离那边景区 而且很近的 这边游客其实也挺多的 但是这里的房子的物价 还是挺协一点 我打算待会洗把脸洗个手 然后出去吃个饭吧 刚刚在那个龙毛市场啊 也不算是龙毛市场 算是改籍吧 挂了好几个小时 把我这个腿啊 已经盖肺了 好几天没有洗澡了 我感觉这个浑身都能搓出泥了 看一下这个洗手鞋怎么样 好干净啊 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刚装修不久 而且灯光又好 很多旅店房间的灯光都是很差劲的 这个房子灯光贼亮贼亮的 好我洗把脸洗个手 待会出去逛一逛 火锅 这里啊 冷气挺旺的 住在这个地方 吃饭倒是挺方便的 我先外面逛一下吧 逛累了 逛饿了 再去吃饭去 终于啊来到了大城市了 今天晚上肯定要吃一顿大餐啊 我呢先逛一逛吧 这个敦煌室 我呢先逛一逛吧 我呢先逛一逛吧 29块钱酱骨刀炙至火锅 这么便宜的啊 在戈壁台乌冷区 新兴业业大城市的美食啊 今天终于进城了 可以来过来吃一碗好的 我吃了饭再去旅客一下吧 我是一天饿了 今天晚上吃点烤肉啊 来一瓶这个啤酒 好久没有吃烤肉了 补一下啊 这个这几天在戈壁台上面没有吃好 瘦了好多 它这里有这个牛排 哇一罐这个牛排吧 哇这罐牛排真肥啊 接下来一杯冰净酒 这个生菜倒是挺嫩的 来来来给它翻一面 来一块这个小厚的肉啊 尝一下 嗯 这个肉汁啊 很嫩很嫩 可以啊 这个生菜包子吃 这块牛排啊 好肥啊 好厚啊 雪吃的 雪能多的就雪对了 千万不要雪能少的 刚刚一百块钱 吃了一顿烤肉啊 肚子吃饱了 现在是来到了冬黄夜市啊 就在后面 这里呢是南门啊 这里灯光璀璨的 就像是过年一样的啊 进去逛一下 条条 人是很多 热闹是相当的热闹 这里基本都是游客一般会来这里看一下 看一下这边冬黄的夜市啊 非常的热啊 小吃非常的多 我已经刚刚吃饱了 已经吃不动了 这里呢游客比较多啊 夜生活非常的丰富啊 但是我还是推荐白天的集市啊 比较符合当地人的生活气息 这边主要是游客居多 小姑娘来一首这个非洲谷 我刚刚小孩呢 刚刚拍的能特别多 我就没拍 我刚刚拍的能特别的 我刚刚拍的能特别的 miss a chance at happiness if our eyes are on each other how can we tell if there's another watching I'm watching you're taking a steal you think it's right 现在马上就快十一点钟了 打算回旅店休息了 这几天挺疲惫的 我要去洗个澡 然后把这个衣服给他洗一下 视频也没有剪 打个车回去 晚上的11点多了 已经回来了 这几天把这个衣服裤子 全部给他洗一下 没有一件事该进的 然后这个冲几宝呢 坏掉了 这个叉子啊 冲不了垫了 重新往上买个冲几宝 要给那个无人机供垫 用垫必须要给他解决了 洗个澡了 刚刚逛街的时候 买了两刷的袜子 还有是内裤 这些都是必须品 洗个澡啊 最后不澡了 这个衣服裤子有点脏啊 用这个洗衣服呢 多放些 给他泡干净 这地台里面 变成了很多了 洗个澡 这个水也能干起来 哇 这个水是这个食物 洗个澡 哇 软 好像有十万天没有洗过澡了 从散散先出来的 这个衣服裤子 给他泡上两三个小时才行 我身上这件衣服没有洗啊 因为没有衣服穿了 待会那里衣服泡完了以后 给他戳一下 待会把自己也给他洗了 现在是凌晨的闪嘴锅了 我也该解视频了 时候也不早了 终于洗干净了 把胡子也刮了 前几天在跟壁摊里面 别说是洗澡了 就算是洗脸都是非常的奢侈的 我会到这家酒店坐上两天 因为前几天的视频没有剪辑出来嘛 所以我要把视频给他剪一下 剪视频是非常费死的 一个视频至少也有七八个小时左右啊 因为现在这个航班特别多 拍摄设别特别多 剪辑就会比较的麻烦啊 然后呢 我会去五公里之外的明沙塞月亚绝亚 去那里看一下 那个地方我想去看一下 好啊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明天我们再见 晚安啦 休息啦 晚安 感谢观看